咒术回战虎杖幽人终于展开了领域 在领域内不仅透露了幽人的过往 甚至还同情起素挪 从幽人坚定的眼神可以看出 已经掌握了能杀死素挪的方法 让超多人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幽人突然变得镇定自若 领域的手印又有什么特殊含义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在开始之前想给大家介绍一款 最经典可爱的RPG游戏 腥风之骨不仅有可爱Q萌的画风 还有清新疗愈的BGM 每当音乐声音响起就会将人带入回忆 与伙伴一起打怪刷材料做料理等 仿佛就在昨天 如今过了19年竟然还霸榜巴哈论坛 至今仍不断更新版本推成出新 这次改版还全新升级了天使破坏者 这拿着麦克风的样子 是不是很像推子的小爱呢 还有新改的墨悬能切换形态 刷怪超爽真的有够帅 任何你想要的造型都能在自由性超高的新风之骨找到 现在巴黎奥运掀起运动风 新风之骨也紧跟时尚风潮 看看这套网球装是不是超热血 新风之骨已经积累超过18年的庞大玩家群 这里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等你一起玩 也能加入工会城轻轻松松找到一群好队友 玩游戏不孤单一起解任务拿奖励才超爽 甚至还有玩家洗劫连理成为一段佳话 立即下载新风之骨 体验全新升级的天使破坏者 打造独一无二的角色 并且现在输入序号就有批宠小泰里 让你绝对不落下任何宝物 还有20瓶快速成长的终极密钥 更多福利你千万不要错过 在咒术265话透露 孙德领域重现了许多幽人的童年记忆 两人一起离开车站还路过了鬼剑舞雕像 据说鬼剑舞是源于岩手县北上市 有着向北的含义 并且鬼剑舞颇具力量与阳刚 一般会在渝兰节时表演 而渝兰节又被称为佛欢喜日或僧自自日 有着追忌先祖为亡灵送行之意 而宿挪也的确算是幽人的先祖 难道幽人真的能送宿挪上路吗 两人还一起路过了小时候常去的公园 以前被球前夹到脚时痛到死 还要洗史莱姆时被冲走非常难过 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回忆 对幽人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路边种什么花是由谁决定的呢 绣球花非常特别 有许多不同颜色的品种 每种颜色都有特殊含义 例如蓝色绣球象征着冷酷与无情 白色绣球是包容 是经常用于装饰婚礼的花 粉色绣球有活力充沛的女性 与浓情爱意 绿色绣球是专一的爱 此外绣球在开花时根部吸取的成分不同 也会改变花的颜色 从含苞待放至绽放都不会是一种颜色 也有着移情别恋与背叛之意 不过大多情况绣球花还是代表着家族圆满与团聚 与五条五曾讲的一样 人能培育花朵也能欣赏花的美 但没有人会想让花理解自己吧 而幽人却试图让素挪来做到这一切 甚至还带素挪抓了小龙虾 当喜欢的商店关门大吉时的绝望 以及一望无尽的绿色田野 不管看几次 马的头都比印象中要大 小时候经常会去到农场 好吃到兔的冰淇淋 两人还鄙视了射箭 很显然是素挪更强 从夏天到冬天 用冻到发麻的双色 捧着热腾腾的奶茶 圣诞节的铃铛声等 一起体验了普通人会经历的点点滴滴 试图让素挪理解自己对生命的看法 然而素挪却丝毫提不起兴趣 甚至还声明在忧人身体里时 也没空去看这种无聊的记忆 每一个向素挪发起挑战的人 都曾试图教会素挪什么是爱 从万到五条物 陆紫云 无一例外全都以失败告终 起初忧人认为 完成自己的任务与使命 就是生存的意义与本质 如果为此而牺牲 便能称为正确的死亡 早在咒术第二化 五条物就给了忧人两个选择 要么立刻去死 或者吞下所有素挪手指后再死 简单的讲 忧人的使命就是消灭素挪 但现在却发生了改变 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从遛狗到养家糊口 或者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即使是这样也有价值 哪怕是邪恶的素挪 忧人也愿意给予悔过的机会 意味着忧人可能要开悟了 在佛教中 一直都有放下屠道立地成佛的典故 可能有许多人会认为 劝素挪回头超扯 但其实有极大可能 也是为了劝回府黑会 如果会能回心转意 便有机会获得救赎 值得一提的是 忧人与素挪聊天的地点 位于日本北上市南山 路过两公里的樱花小道 抵达山顶后 就会看到安乐之像 据说安乐像温柔地守护着北上市 会给人们带来永恒的安宁与幸福 难道是在暗示忧人也会为众数界 带来安宁吗 并且 幽人领域掌印是地藏菩萨印 有着将福德智慧 授予众生之意 与咒术265画非常契合 幽人就像是慈悲的化身 然而很可惜 素挪没有任何感觉 果然还是不行吗 才镇定自若的下决心 还有被拉入领域的素挪 幽人的走马灯真的超级像 结合忧人能杀死素挪的言论 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素挪已经败亡 也许就像2.5条一样 已经被忧人的灵魂斩命中 并且咒术本来就经常在机场描绘死后场景 这次改为车站也非常合理 众所周知素挪曾是双生子 为了拒绝这样的命运 在出生前就将兄弟吸收 但被吸收的兄弟灵魂却没有消失 而是转世成为虎杖人 意味着杀死素挪并没有用 在几百年甚至千年后 诅咒之王将再次袭来 真人曾讲过肉体会随着灵魂而改变 也就是说就算素挪转世成为好人 最终也会随着时间的变迁 再次成为诅咒之王 想要彻底消灭素挪不让悲剧重演 就必须要将灵魂一起消灭 因此劝素挪回头也是最后的努力 如果素挪能够理解生命的意义 放下屠刀回到自己体内 幽人就可以带着素挪继续活下去 否则幽人将做出第二种选择 吞下所有素挪手指后死亡 将素挪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 很有可能这便是幽人诞生的意义 难道卷锁真的是个好人 因此下游截于五条物对应了幽人与素挪 才会做出如此相似的安排 假如幽人将辅会拯救 就无限接近三死一生的结局 曾经的素挪只是喜欢战斗 在战场上想要接下攻击就接下 举的暗眼就直接抹杀 从不受他人影响 然而在咒术248话透露 看着追求理想的人 素挪却十分烦躁 而如今面对幽人的同情 又展现出无法克制的恼怒 想要将幽人所谓有价值的人全部杀死 尽管素挪自己可能并不想承认 但无论如何 素挪的确有被幽人影响 并且在逐渐改变 我想能教会素挪爱的只有一个 苦仗幽人 也许未来素挪也会理解到众生的价值吧 不过目前来看 咒术大概率还是会迎来最糟糕的结局 其实对咒术师来说死亡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同伴们堆积如山的遗体 最终幸存的人才是要背负一切的人 我想应该会一辈子活在阴影里吧 而那些正确死亡的咒术师反而还比较轻松 咒术界本来就有灵魂转世的设定 就像火葬人一样 也许未来所有人都会在新世代再次重逢 那么你觉得咒术界会如何发展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谈谈你的看法 拜托拜托了 一定要按赞和订阅哦 那我是小雨 我们下个影片见